从公司回家 熟悉的30公里路 走了无数回 却是第一次走得那么清晰 乌尚很清 乌尚以前好像很迷迷糊糊这样 应该是要这样才对 人生要有个很清楚的前景 经营烘焙厂 何亦宜在商场上打滚多年 下班后就是喝酒应酬 开车回家发生过几次意外 有次撞车让对方受伤 这才警觉 意外发生后 何亦宜在邻居监影下 参加慈祭全球实业家生活营 决心借酒如宿 父亲是很会饮酒的人士的话 我相信孩子也会跟着来 看得出它的改变 因为三年前到现在 它已经开始 就是三年前它就开始吃素 然后不喝酒 这些都看得出 这样不可以要吃 砍下去 原本喝酒应酬的时间 转而全心投入职工室 这个水山的法肺的话 其实会更忙 很肯定现在做的是 有意义的东西 更定 水山演绎迪迪星购 告别酒精 充斥的名盲生活 何亦宜重新写好人生剧本 戴新闻知识美之工 马来西亚报